朋友们好啊 我现在是在法国东部的一个小镇 叫做沙头沙龙 那这个小镇呢 它和瑞士接壤 小镇坐落在一个山崖上 居民非常非常的少 少到什么程度呢 整个镇上只有一百多个人口 那我来到这里是因为 它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区 乳拉省的中心 而乳拉呢 则是以生产出 法国甚至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 黄葡萄酒而闻名的 这种黄葡萄酒 它的颜色是那种 晶莹剔透的黄色 有人把它叫做瓶子里的黄金 非常的珍贵 那在法国一共只有四个地区 获准酿造黄葡萄酒 而沙头沙龙也是最佳的黄酒产区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会带给大家一些黄葡萄酒 生产酿造的一些现场实录 同时呢 也有一些对当地人的访问 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了解 法国黄葡萄酒是怎么生产出来的 同时呢 也能感受一下 这个淳朴的法国小镇的风情 旁边的这位朋友呢 Stefan 他是这里面呢 wine maker的president 非常荣幸今天来到他的家里 然后下面的风光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的美丽的一个小镇 然后这是他的房子 所以你的家庭是很美的 如果你想说 什么 你的家庭 给我们的观众 what do you would like to say 呢 如果我有什么 要说 你会欢迎 因为我们这里 我们非常 谢谢 Stefan跟我说呢 他的父亲 还有他的祖父 都在这片土地上 种植葡萄 另外呢 致力于研发更好的葡萄酒 那沙头场弄这里 在以前啊 有很多灵修的团体 还有一些学校 有好多的修女 还有修道士 他们也为研制出更好的酒 做了很多的贡献 只可惜呢 就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 这些都改变了 但是总体来讲 沙头沙龙这个地方呢 仿佛就像充满灵气的一个地方 气氛是特别的平和安宁 感觉有很好的能量 也许这是这里能生产出这么好的葡萄 酿造出这么好的黄金葡萄酒的一个原因 这里的葡萄呢 它是非常独特的一种葡萄 今天呢 很高兴和我们这个地区 一个特别有名的 famous的 winemaker 芬萄 我们来聊一聊他的葡萄酒 你知不知道当你来到这里 你感觉到一些特别的东西 有一个特别的威力 在我们里面 它是非常特别的 是的 我们很幸运 因为的风 有很多风 我们出发的沙头 然后保护了 的药 的疾病 and of mushrooms on the top of the grapes and in general the grapes are very healthy I don't know if we can say that but there's no problem with the grape picking we have to put the witch 好多年了,这棵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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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千千年到現在 如果我去廣場的廣場 像在 Paris 我可以找到這個類似的葡萄嗎 沒有 慘了 這不是很好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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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葡萄的葡萄 會比較好 我這裡遇到了一個來自美國的朋友 Michael 你好 你好 Michael 為什麼你來這裡 這麼遠從美國 來這裡 來學習的葡萄 所以 之前我離開美國 我自己的葡萄在家裡 在我家裡 想到一天我也會做葡萄 而為什麼我選擇去 因為這就是我的最愛的葡萄 我從來自我最愛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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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葡萄 可以你選擇嗎 其實我會選擇 因為我的最愛的葡萄 是藍酒 這就是藍酒 我最愛的葡萄 我看到了葡萄 在美國 和葡萄 在葡萄 在這裏 是這裡 他們有千年代的傳統 你聽過 他們已經在葡萄 在廣場 在超過千年代 在美國 我們還沒有喝酒 喝酒 才200年代 所以 這意味道 在美國 人們會 experiment 很多 但這裡 有一個傳統 這裏 传詞 甚至 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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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 在另一間餐廳 你覺得這裡 特別為來自家製製嗎 所以 阿芳 是很自然的 他沒有水 沒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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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水 有水 我愛 我愛 而在很多其他地方我曾经经历过去 这些是非常低企业,我认为是很高企业 我认为是很高企业,我认为是很高企业,我认为是很高企业的味道 我认为是很高企业,我认为是很高企业,我认为是很高企业,很高企业,很高企业,很高企业的味道 葡萄汁都已经灌入木桶里了,之后至少要在这里存放六年以上才能装品 有的酒商还要把酒搁置更长的时间 那这里出产的黄葡萄酒就有非常强的陈年潜力,往往可以超过一百年 据说葡萄酒的金黄色是由发酵过程中葡萄自身所产生的一层发酵菌膜而形成的 黄金葡萄酒的口感与西班牙雪莉酒非常相似 它的香味浓郁而强烈,常常还会出现核桃杏仁和风辣的香味 入口后的余香更是持久而浓烈 从酒窖出来以后,我们又在小镇上流连了好一阵 感受一下那份安静与清新 窄窄的石头路上,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 黄昏,悠悠亮起的路灯传递着一份亲切与暖意 远处教堂的钟声,让你的心对这片土地与土地上的人们肃然起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